好 我们首先来看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29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需要更多新武器 和更快的武器交付速度 以应对俄军在敦涅茨克东部地区 造成的异常艰难的局面 据报道 在当天夜间视频讲话中 泽连斯基称 形势非常严峻 在巴赫木特 及敦涅茨克东部的其他地区 俄罗斯不断发动袭击 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御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希望拖延并耗尽我们的力量 我们必须加快行动 加快原污武器供应 并开辟新的武器选择 乌克兰副外长 前驻德国大使梅里尼克29号表示 乌克兰希望获得德国制造的 一艘先进的潜艇 以便帮助乌军在黑海上对抗俄罗斯 德国和美国25号决定 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泽连斯基随后又提出 希望获得战斗机和远程导弹 德国总理舒尔茨29号表示 反对乌克兰过度的武器要求 他还重申 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德国媒体《每日净报》29号报道称 舒尔茨表示 德国不是参战方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德国将近一切努力 确保局势不会升级 此外 舒尔茨还警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要谨慎行事 不要在原武武器上进行竞争 他同时呼吁 保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直接对话 通过对话实现停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